香港第一宗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 被告唐英杰两项控罪 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 及恐怖活动罪前天背叛罪名成立 最高法院今天听取被告求情 被告代表律师成情15分钟后 由于三名法官需要时间考虑 定在明天下午3点判刑 根据香港国安法 恐怖活动罪最高刑罚 是10年以上或终身监禁 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的最高刑罚 则是监禁5到10年 24岁的唐英杰去年7月1号 也就是国安法正式生效的隔天 驾驶一辆插着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旗帜的摩托 遇上多名防暴警员时 没有按指示停下 冲越警方的防线 导致三名警员受伤 他随即被捕 成为第一名被控违反国安法的人